好 接下来全球现场呢 要关注微博热搜榜上 讨论最多的就是大陆跳水双输 张家琪跟陈宇系夺金 水花为什么压出这么的完美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新盈 好了 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就是在讨论恭喜大陆跳水 孟志队在冬奥又夺一金 那为什么跳水运动员 总是能压出完美水花呢 微博上说因为高度的关系 十米跳台比赛当中 很多动作其实都是 三米跳板当中做不到的 因此很多高难度动作呢 在十米跳台的赛场上 更容易看见 而跟体操一样 很多高难度的新动作 也都是中国大陆队的尝试 像是109C 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就是解释成白话文 就是面对池向前跳水 没有飞升 暴溪翻腾四圈半 这个叫做109C 大陆早在1975年就开始训练了 但是国际永连一直到1981年的 难度动作系数表里 才纳进这个高难度动作 而109C到现在也都是 每一届奥运会当中 最难见的高难度动作 就在今年 大陆选手练俊杰呢 还在全运会跳水项目的测试比赛 跳过109C 同时拿到了满分 111分的好成绩 而张佳琪和陈运夕这对 04后的骑袭跳水组合 其实默契超级高 在东澳女双十米台赛场上呢 其实他们没有骑袭 只有稳健 毫无悬念当然就是夺得金牌 连大陆网友都不禁赞叹他们 下饺子都比两人的水花要大 两人的稳健其实来自于 他们都有多年的夺冠经验 像是张佳琪她早在里约奥运之前 当时她才12岁 就力压名将人妾 获得大陆全国跳水冠军赛 女子十米台金牌 隔年2017年大陆全国跳水冠军赛 张佳琪成功未免 三个月后天津全运 张佳琪又包揽十米台单人和双人金牌 之后参加国际泳联的跳水世界杯 张佳琪第一次参加三大赛 也拿下了女单和女双十米台金牌 接着又在北京站还有富士山站包揽的双金 那比起张佳琪呢 其实陈玉信呢更是天才型的选手 原本她只是练体育就是要强健体魄而已 2018年才加入国家队集训 没有想到当时其实大陆跳水队的领队周济红 也曾经这么评价她说陈玉信这孩子是出生牛 独不喂虎 她这一年进步飞快 而张佳琪和陈玉信面对女生发育影响入水效果的困难 唯一做的就是苦练 你们知道吗 他们一天从早操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 一天要练上十个半小时 包含路上还有水上以及力量 这些高强度的练习 练到腿都抬不起来还是要硬扛 练到腿抬不起来也是要硬跳 喜欢吃的都不能吃 常常想放弃 但是张佳琪说 她一想到都坚持到这个份上了 已经站在一个很多人想站 却站不到的一个高度跟地方 离奥运冠军又这么近的情况下 如果现在就这么放弃 实在很可惜 而这些心路历程 在大家看来 难怪当张佳琪夺近的时候 她的爸妈在北京看转播的时候 激动落泪 我们来听听看她的爸妈怎么说 紧张 激动 她这几条跳的都挺好的 应该是发挥了她平常的训练水平 我挺高兴的 提前打开电视 就在直播之前就要提前打开电视 准备看嘛 期待 但是看到她比赛呢 就是又有点紧张 很高兴嘛 因为 这么努力的去训练不就等到这拿奥运金牌嘛 等的就是这一天嘛 心里心里给她加油 但是表面嘛我就很紧张 也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述我那时候的心情 反正就是一看到拿到金牌了然后就自己落泪了 她真的努力也很刻苦 但是整体来看冬奥前三天赛程结束 原本是以六金一赢四同高居世界榜首的大陆 在27号这一天金牌数目是零 引以为傲的游泳跳水体操还有举重都接连失守 因此奖牌数是在议系之间呢 被美日两大国给超越了 让大陆网友直接批说 这个根本就是大陆运动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以上就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